好 大家午安 我是花蓮慈激醫院泌尿科李正明醫師 那今天很榮幸的可以跟大家用下午的一個時間 來我們談談男性跟年期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如果讓好漢充實當年有痛 好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問問自己幾個問題 第一問題 你是否有性欲或是性衝動降低的現象 再來第二 你是否覺得最近有比較沒有元氣 比較沒有活力 在工作上面經常碰壁 就覺得好像是一步重新的狀況 再來你的體力有沒有變差 或者是你的耐受性或耐受程度下降的狀況 再來考慮到您的身高是否有變態 還有再來就是你是否覺得生活變得比較沒有樂趣 比較覺得好像枯燥乏味 再來你是不是有覺得悲傷或沮喪的狀況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你的勃起功能是否有不堅挺的情況 再來你是否覺得運動能力變差 以及你是否在晚餐過後就會打瞌睡 變成是坐在電視前面給電視看而不是看電視 再來最後一題就是您是否有工作上面表現顧家的狀況 所以經常可能會被上級啦 會被盯上 就是可能我們的表現能力 可能稍微比較不像年輕時候來的 這麼的一個精準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這十個題目呢 你的答案是是 分別是第一個跟第七個題目 那在其他的八項如果有三項你也覺得 一樣有這樣子的困擾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早期男性更年期的表現了 好那男生真的有更年期嗎 其實男生真的有更年期 因為在我們男生啊 一樣跟女性一樣會有老化 一樣會有荷爾蒙上面的改變 那再來我們經常聽到的這個我們所謂的中年危機 尤其跟這個男性更年期 有一個不能切割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這一群人 就是我們的表現比較不好啦 或者是生活狀態上面比較 開始有點走下坡的這個狀況 我們都可以通稱他叫做男性更年期症候群 好 男生更年期通常從四十歲到五十五歲之間開始產生 在三十歲也有可能會發生 但是絕大部分的人在比較我們中年之後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之後呢陸陸續續他可能會延續五到十五年左右 那一般來說男生的更年期發生會比女生晚 那在我們男性更年期的臨床表現 也不見得一定像女生的更年期來的這麼樣子的明顯 因為女生通常可能會有一些熱潮痕啦 或者是有一些失眠的狀態 但是男生在這個部分呢相較於女性來講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麼明顯的一個狀態 好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其實有部分的人有部分的男性其實跟他的這個男性搞不同的分泌 只是有一個這些相關的一個狀況 那大約有三十percent的人在四十到七十歲左右的男性 我們就會出現更年期的臨床症狀 好那這是一個圖告訴我們 從我們年輕的時候二十五歲開始 我們的男性搞不同會達到一個巔峰的狀況 但是隨著我們的年齡的增長 其實我們男性搞不同的分泌的一個狀況 就會越來越低下 好如果男性搞不同過低 可能會引發中年男性的一些生理啦 或是心理上的一些困擾 當然我們在男性的一個醫生當中呢 搞不同我們剛才講過分泌高峰期的十五到三十歲 比如剛才二十五歲的時候是巔峰 在每一年會以一到兩%的速度下降 所以根據比較早期的研究呢 在台灣地區呢 大概我們做一個一般社區當中一個男性 搞不同抽血的一個檢測 確實我們會發現 大概有24%的這個中腦年人男性呢 我們的搞不同的這個值偏低 那有八成左右的人已經有出現相關的症狀 所以到底臨床上面有哪些症狀呢 我們大家來看看 在這個之前呢我們來講一下 有些人他可能會提早有這個男性更延期的發生 原因在於有四種 一種是本身先天上面的發育 他可能有一些先天上面發育的障礙 還有一些後天的這些睪丸機能的停滯 譬如說有些人他可能睪丸有受傷啊等等的 再來有一個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的病毒或者是細菌感染 譬如說有些人他會反覆發炎 那這些也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男生提早有這個男性更年輕的情況 再來就是當我們的壓力過大的時候 所以我們長期在一個壓力過大的工作環境之下 其實這個也會讓我們的荷膜有些失調有些變化 甚至會降低我們的睪不同的一個分泌 再來另外一點蠻重要的就是酒精了 酒精其實對我們的睪丸造成的傷害 其實也包括了我們的這些男性荷膜的分泌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的男性更年期到底會有哪一些臨床上面的症狀 其實我們可以分為幾大項 第一個是新陳代謝的部分 所以絕大部分男性更年期的病患呢 會發現他的這個高度啊開始有變得比較矮一點點的狀況 這可能跟骨質疏鬆有關係 再來我們病人可能會有一些肥胖啊 或者是糖尿病也就是三高的問題 慢慢的會跑出來 因為我們的代謝的狀況越來越不好 再來自主神經的變化 譬如說全身發冷發抖啊 臉潮紅啊 心跳加快啊 腸胃不適 便利等等的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精神上面的變化 譬如說我們的記憶力衰退 我明明昨天才做過的是我今天就忘記了 再來容易疲憊 沒有辦法就是集中 然後甚至會缺乏重慶 甚至我永遠都會覺得對生活上面有一個比較焦慮的一個狀況 甚至有些失眠的情形 再來另外一個大項就是我們男生經常會遇到的下面尿道的症狀 譬如說頻尿或者是小便困難的一個情形 另外一個性功能的衰退其實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指標 包括我們的心率減低波期障礙以及射精量減少 甚至已經感覺到沒有之前的這樣的一個快感的部分 這些都是我們在臨場上面可以發現到我們男性更年期的一個症狀的一部分 好那怎麼樣去診斷呢 所以我們剛才講過男性更年期他診斷需要兩個大項 第一個大項就是我們剛才的問卷的一個部分 看一下你生活上面的變化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重新說明一下這些問卷裡面的這些細項 再來第二個階段就是直接抽血我們可以抽檢我們在血液當中的搞固酮濃度 如果低於300我們就會建議這個病人他可能確實是有一些男性搞固酮分泌不全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一開始提到的這10個問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卷 它是由這個聖路易大學老化男人搞固酮低下的問卷所衍生出來的 也就是最重要的兩點 第一個是否有性慾降低的傾斜 以及你的勃起功能是否有比較不堅挺 再來其他剩下的八項只要是符合三項 你有這樣子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在臨床上面診斷病人 他有一個男性更年期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抽血的一個檢查去做輔助 好那男性更年期這個部分在更年期這個階段的轉變其實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時段這個時期如果有的時候你跨個過去有的時候可能會造成一些我們所謂的自殺的可能性或者是家庭不合的這個可能性可能會有一些離婚啊或者是兩性方面的一些摩擦 所以根據男性更年期的這個轉變呢 會加重我們男性更年期的一個嚴重程度 好那男性更年期怎麼樣治療呢 好那治療的目標不外乎就是去提高我們血液當中的保固同能度也就是我們的雄性激素來去減少或者是改善我們的身心障礙的問題 那提高的方式呢可以分為就是我們所謂的食療或者是我們的藥物來輔助 那食股的部分呢大概就是一些我們所謂的海鮮類啦貝殼類的這些食物 那它裡面可能有富含大量的一些微量元素啦心啦這些東西等等的 但是如果要使用到藥物 也就是說這樣的症狀你可能靠一般的生活上面或者是飲食上面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使用藥物的方式來去做一個輔助 那藥物的方式呢可以分為幾大項 一種是所謂的打針注射 另外一種是使用我們的貼片也就是精皮膚來去做吸收 另外一個現在還有一種劑型就是鼻內凝膠注入器 那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去提升我們病人 也就是男性更年期這段期間的男性的血液當中的搞不同能度 好所以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有注射型的 我們甚至有一些植入型的 那跟我們的這個凝膠型的 那再來就是也可以用塗抹的方式或者是抵抗肌的狀況 都可以間接的增加我們男性搞不同的在血液中的能度 好那這個是英文不過我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不是每一些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男性搞不同的補充的一個狀況 好那哪些人不適合呢 第一個就是如果病人本身有色護腺癌症沒有去好好處理的話 那我們的色護腺癌症會因為我們血液當中的搞不同濃度 而會有我們所謂的繼續擴散的一個風險 所以定時間的這一個狀況呢我們必須要去定時的監測 這個病人的我們所謂的這個色護腺的這個血液當中的一個特異指數 再來如果說病人他有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色護腺肥大的問題 已經影響到他的排腦的狀況 而他沒有去做處理的話 這時候使用我們的搞不同補充也是一個滿危險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一樣會讓我們的色護腺會有繼續肥大的問題 那甚至會讓病人可能會有解尿不適或者是尿不出來的風險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男性搞不同啊 他會針對我們的這個骨髓 他會增加我們的血液 紅血球的生長 也就是說我們長期使用男性搞不同的病患呢 可能會有血球 紅血球增多的一個狀況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其實我們如果血液當中的紅血球增多了 量變多了 他就相對來講會比較濃稠 所以只要是有比較濃稠的狀況 這個也會增加我們中風的機會 因為他可能會塞住我們的血管 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很暢通的流動 那就會造成中風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風險 再來就是我們的心 心臟跟肺部的功能 如果沒有做好一個控環的話 那這些人也不適合使用 我們男性搞不同的部分 所以最後如果我們決定這個病人需要使用 男性搞不同補充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在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去偵測他的搞不同濃度 以及我們要去做一個非常詳盡的一個 一個攝護腺方面的檢查 以及我們要去抽他的攝護腺的癌症指數 他的特異指數 以及我們要看他的這個紅血的一個部分 當然使用過三個月以後 我們定期間的我們要來去監測以上的這一些指數 因為我剛才講的 如果說使用搞不同比較久一段時間以後 他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有變化之前 來去做一個非常詳盡的評估 來去讓病人除了得到這個搞不同補充的一個好處之外 他儘量減少他可能會帶來的副作用 那以上再加上最後一點 我們必須要去監測他的補值密度 因為有的時候這個補值密度的上面也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以上就是很快跟大家解釋一下 男性更年期的我們所謂的定義 以及他要如何診斷 以及他有比較常見的什麼樣子的臨床症狀 以及後續我們補充的方式 以及監控的部分 那謝謝大家的視頻的臨床